但是为什么结果竟然出现昨天的苹果股价大跌百分之四点三听说苹果的股价大跌那是因为有两股庞大的力量正在对抗它围剿苹果一股力量来自于画面上你所看到的美国众多女星的围剿苹果到底为什么那另外一股力量又是谁我们要问的是苹果这么一跌红海的股价又往下破了一百块钱大观看 怎么办呢红海苹果派还有苹果的未来展望如何掌握说到了未来也许会有大力空快要发生了吗放眼国际我们赫然发现就在今年以来农产品的价格狂跌两成以上为什么他在预告着未来什么大力空快要发生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吗独家内幕专家掌握出来 马上问你一条请到的是冷岸国际股市专家郭海培郭大哥您好晚安 瑞昂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股市阿潮介绍您好 瑞昂大家好 邢南郑华郑华晚安 大晚安 赛上悬谷的伯杰伯杰您好 瑞昂好大家好 不明白 台北股市今天呢把大家看得模模糊糊的真的不明白 今天收盔没错 跌楼21点9428点做收 毋庸置疑它是个黑K棒 首先发现到讯号一 高点没过低点有破 所以呢这个盘需要往下咯 很糟糕吗 但是我不明白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发现到不一样的讯号 两天虽然盘走不太动 却出现了都在收脚 打下去把它买起来的 下一线 所以是不是大盘还留有网上的机会跟火种呢 不明白 专家说清楚 不明白的是盘不稳 可是为什么 内资依旧呈现了卖超 自营商最近都在卖哦 自营商的卖在看到八大关股行库 内资买盘不积极 八大关股行库还在连续卖 所以两股我们国内的力量 VS台北股市 它是个警讯吗 请教一下专家 反而认为拿钱就跑的外资 人家根本没跑 外资呢在买 今天买了3.8亿元 买了两天 买错的总金额超过了75亿元 但是提醒您 外资的买盘恐怕比较不稳哦 涨跌互建 今天的雅谷呢 发现到又涨又跌 但是涨升过程当中 还是China比较厉害 深圳呢0.75 上阵呢0.8 涨幅收在几乎是最高点 中国大陆政府做多的政策 跟心态越来越积极 听说他们的官方 现在对于国防部分呢 着重在航太资讯化 所以这个计划一推动 让今天中国大陆的军工国 几乎全面吸引很多党都攻到掌停板 领涨掌停板是10%哦 当然这么一看路股的墙 台股的跌就显得更加的疲弱了 台股为什么跌得这么重 那现在今天凌晨 吓了一大跳 不是下个礼拜二 苹果就要发表iPhone6吗 何等的大事情 大家好期待呀 怎么会 平板先在这儿 苹果股价昨天大跌4.22% 所以咯 国内投资人很爱操作的苹果派 也就全面倒地了 跌得好重呢 2317的鸿海先看过 2317的鸿海 收了一个存金 99.9 拓了100块钱 又该怎么办 先提到了苹果的股价 往下呈现的走跌 郭大哥 两股力量的围剿 苹果 其中一个来自于 美国的明星大美女 为什么要骂苹果 懒货 这是我们蜘蛛驴 蜘蛛驴 大家注意这个画面的右下角 有什么东西呢 一块披萨 一坨大便 这叫做懒货 他们骂得好凶 他们骂得好凶 没有 它是反风 它是感谢 但是它用这个 我给大家讲一个 光是在推特上面 这三天 自从这个验照出现之后 三天里面 有7600个推特上去 都是骂的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了 就是不是有101位的 美国好莱坞女星 私密照 本来第一个说法是说 苹果的云端出状况 被骇客入侵 所以私密照曝光了 那昨天 如果你有看百分百 就知道苹果对外说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iCarlo出问题 而是它在下载资料 或购物的时候 它的账号密码被窃取了 结果女星今天火大了 竟然过在我们身上 根本就是你苹果有问题 Thank you iCarlo 感谢 对 它这个反风 反风后面你加这个东西 就是告诉你 这个解读叫做烂货 然后这7600个人上推特 也是基本上抨击的比较多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其实也有人 对这个我们蜘蛛女说了一句话 你也不要生气了 其实在照片里面 你看起来是最性感的 我就在看了推特 我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从这边来观察的话 它确实对美国的好莱坞 很多女星来讲 或者说现在已经公布了 以外的其他有上传的一些自拍的 大家也会坎坷不安 所以现在推特骂苹果的人 是非常多 非常非常 7600个 所以苹果股价昨天一口气 跌了4.22% 4.22%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它从今年1月到现在 7个多月来 单日最大的跌幅 而且它一天的市值 消失多少钱 7800亿 吓人了 而且你知道苹果这根长黑棒 你看吃掉多少根红黑棒 它从历史最高点摔下来的 说到网友的骂 还有人批评什么呢 还有多了 那个iPhone的出值 它新的iPhone里面 不是要出值健康的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出值这个健康的数据 他们就讲了 第一个健康数据 个人的支付 个人的财务讯息 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储存在 苹果手机或者iPad里面的话 那么存在着安全问题 所以他们还是会怕 大家就会怕啦 以前大家觉得 苹果这个应该是很严谨的嘛 那现在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就代表你有漏洞被人家做破解动作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健康数据 我的财务 以及我个人的支付 也在摆在里面的话 那么似乎对我来讲 整个人透明了嘛 跟这些好莱坞的明星 是一样的状况嘛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像哈利顺的 这个广场就研究说了 很惊讶 因为前一天 苹果股价不是创新高吗 没有大跌啊 那真是觉得难以扶重 结果左里马上就出现重挫 这个分析师的话里面 是话中有话了 他是建议大家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你从分割之后 一百多块钱的股价 确实是上历史新高 一分清 那么以现在来讲的话 不管是手机也好了 这些都进入高原区 你看一下三星 三星的股价 这一波下来了 跌了十七八个百分之 跌了非常非常的惨 创下十四个月来新低 对 所以在中国大陆 三星的一个市占率 输给小米了 那么又面临到苹果的竞争 所以苹果来说的话 它建议获利离场的原因 就是说 目前在整个手机市场 进入了高原期 但是毫米加了一个淡数 除非你带来大量的赛程 的话就知道 哇 那种惊喜 对不对 对 如果看到那种哇 那么我还可以维持你 后市继续乐观的一个条件 否则的话 我要下调你苹果的股价 所以苹果在 下个礼拜 下礼拜二 对不对 那么会不会 哇 我觉得这个是对苹果股价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另外一个就是说 苹果股价为什么我说 我并没有那么的保守 你涨多了 一定要修正 就像三星 反弹了 为什么反弹了 跌得够深了 对了 那么苹果你创高 在这边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失误出现 让大家等于说的难听 也就逮到你把柄了 所以找到获利了结的理由 可是苹果从现在开始往后面 不管你手机的销售也好 你的iPad 你的iWatch 这些东西如果有让人家惊艳的地方的话 那么苹果还是有一些机会存在着 好莱坞女星其身踏伐围剿一家公司 其实是史上第一次吧 对好莱坞女星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意见如此一致过 对 为什么 因为都是我比较美 对 我比较美 别人都不美 英是我最美 但是地球史上第一次好莱坞女星 所有的女星都是怎样 意见一致 而且都上演了一部电影叫什么 姐姐妹妹站起来 真的耶 对对 像这个好莱坞女星她就说 你看哦 而且Thank you iCloud 这个是有点讽刺 那重点不是在那文字 而是在后面那个图片 它这个是有含义的 先告诉你一个披萨 对不对 对 后面是一坨大便 也就是说 这个看起来像很好吃的披萨 它其实是一个大便 就好像苹果看起来很好吃 里面其实是烂货 所以说这一次的一个苹果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个后续 还是要特别来留意 这个后面的一个发展 我们会帮大家盯着看 因为苹果的股价 如果乘入郭大哥所提到 因为它是在创历史新高 苹果股价太高了 所以高位间呢 一点点风吹炒动了 大家就会害怕 利空解读 啪它就重挫下来了 有一时候我也在想 莫非这是苹果的宿命吗 我们做一张的表格 我刚才有说下礼拜二 苹果发表会要发表的新产品 iPhone 6 是否期盼全世界盯着眼睛在看 就是你看 苹果发表新品的前一个月 股价涨很多的话 那么发表之后的一个月 就跌给你看 难怪苦大哥说 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惯性 在今年会不会有所转变呢 会不会有所转变 轻动我们的宏海 100块钱破掉之后 还能不能站回去 我好紧张啊 阿炒 对这个我们看一下 过去四年 苹果发表这个新机之后的 一个股价表现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 有三次 先前只要有涨的 发表之后一定跌 对不对 那有一次是因为怎样 它发表之前就跌了 那跌了之后反而是怎样 后面一个月反而是涨 所以按照过去这四年的一个经验 它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如果先前大家看衰 比如说5S这一台 这个大家就觉得看衰嘛 对不对 结果发表 一个挖而已啊 对不对 只有一个挖嘛 虽然没有两个挖 对不对 后面一个月股价就涨了 因为它先前没有涨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先前的4S跟iPhone5啊 对不对 发表出来也是一个挖而已啊 可是一个挖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先前已经涨很多了嘛 所以一个挖不够 所以你后面股价 后一个月股价 这个就回档了 那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一样 iPhone6呢 其实市场上对它的一个 这个期盼是非常高的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不要算今天的话 这个iPhone的 这个苹果的股价是创历史的一个最高了 历史新高 因为它一拆七嘛 你必须把100多块美元乘七 就是历史新高了 对所以这个iPhone6一定要给人家两个挖嘛 挖挖 等一下 那我问一下你隔壁那个 振华 因为他就说他一定会买iPhone6 振华其实我觉得市场上也有点点超过 所以这超过是每日一报苹果iPhone6的消息 就也许maybe该知道的全都知道了 下个礼拜二的9月9号 你挖不挖请问 对这个有点麻痹的 因为你的刺激都在这前面诱掉了 所以你就不会挖咯 如果是大家都猜中的部分的话 我是挖不太出来 所以你要拿一些新的 没办法 因为大家就是这样每日一报 所以你研派下个礼拜的苹果继续点 我认为这一次有一种情形 就是因为纵观这个 刚才金曹解过的那个表 原则上来讲 它就是属于期待高的 它后面表现都并不是非常理想 那这一次我想期待应该够高了吧 对 高的不得了 高达将近半年了 所以累积了这个程度 而且再加上目前看起来的话 其他的厂商也不甘示弱 好像也拿出不是太差的机制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苹果可能后续这根藏黑要消化 有一定的困难度 我还记得那个苹果的邀请函 它说希望我们能够多说一点 所以阿草啊 所以下个礼拜二多说一点 也没有用就对了 股价还是造叠 因为股价它一定是事先反应嘛 那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这个市场上因为对它其他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高 所以我认为要三个挖 挖挖挖 才有办法重新再创新高 那如果像振华的时候 他一个挖都挖不出来就没办法了 如果没有挖的话 股价会三个挖 什么意思啦 挖一直往下 所以你看出来呢 如果这个现场都没有一个挖 那股价就会反应出三个挖出来 所以如果这个看现场有出现三个挖 挖挖挖挖 那我觉得创历史新高机会就是非常的大 那如果只有两个挖挖挖 那大概是来到这个103美元附近 所以你结论还是要告诉我 麻烦把那个鸿海 鸿海今天呢把大家也吓到了 因为苹果一中错 我还跟它跌了 虽然跌幅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 它的重要的关卡 从头到尾都在盘下 99块9跌了1块1 然后你上一下那个K 鸿海2317的K哦 期待高不高 高啊 但是呢 除息的这个缺口呢 也都没有补 现在就开始往下掉 哎 阿草我有一个想法 苹果股价是历史新高往下掉 红海除息之后 没有跟涨哦 反而是掉下来 所以会不会下个礼拜二 9月9号就算没有挖 他还是可以还他公道 苹果派你怎么看还有红海 对那这个苹果派的部分呢 我个人是审慎乐观 不过这个审慎乐观不是一个 一个形容词啊 是两种形容词 一方面一边是审慎 那一边是乐观 你窃取那个曾主委的话 对对对 曾主委在7月初的时候 他说他对大盘 他对台股审慎乐观 那其实事后你会发现 加权还是很好 他乐观是对的 但是OTC指数是 这跌很深 但是要审慎 那现在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纯度高的真的要审慎 那因为就是说 我们毕竟那个苹果的魔咒 它是过去四年累积出来的 命中率是百分之百 那以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 苹果的一个股价又在相对高点 然后又出现了 这些iCloud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那当然市场上会对它有疑虑 所以我会觉得 纯度高的你就要审慎 那如果你是空手要接的 其实不用急着接 那纯度越高的 那当然要审慎 那包括鸿海 鸿准 真顶 这个都是鸿海集团 那和硕它纯度也蛮高的 那纯度低的 它就是通吃苹果跟飞瓶阵营 那纯度比较低的 就可以稍微比较乐观 那包括大力光 可成 新普 顺达 他们不是只有接苹果的单 那这个它的营收 苹果虽然是他们重要客户 但是只是重要客户之一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一边是纯度高的省慎 一边纯度比较低的是乐观 感谢阿潮 不过2317的100块占得回去吗 这个100块 因为现在就要100块附近了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它跟着苹果走的机会是比较大 那我觉得目前苹果 似乎有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情况 短线上我是觉得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可是不好意思 我还有另类的想法 问一下柏杰 红海股价这样掉 待会会有一个公式 股息殖利率或本益比也都OK 股息殖利率 如果你股价越掉 公司的赚钱放在分子 它是很稳定的获利的 赤卡当中可以看到 公司配给你如果固定是3块钱的话 那下面放股价 如果你看我们透过这个来写一下 你就知道到底为什么股价掉下来 因为人家说现在红海也许可以从价值型的投资来讲起 假设性的不是说红海 如果公司固定是配3块钱的话 因为红海跟台积电都配3块钱 有的有含股票 红海有股票 但是如果今天它的股价是在100块这么高的话 它的股息殖利率是3% 对不对 可是如果它一样3块钱 但股价掉到30块钱的话 它的股息殖利率是多少 是10%是一成 所以回到红海的股价 我的意思是掉下来 很多价值型的投资就出来了 红海可以站在价值型的投资角度来看吗 我想先回答瑞兰这个问题 值利率高的股票是好的股票吗 还是值利率低的比较好 值利率高的是稳健型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看 比如说我们举例 你说红海 我认为红海从来都不是高值利率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成长型的公司 所以它的股价其实是活泼度 本来应该是很够的 它应该是属于在产业里面很稳健的往上成长 我问你 它现在因为它今年配三块 如果你现在股价靠近一百块 就是百分之三的股息值利率 没错吧 对没错 对那比如说 你说一些传统产业 比较细扬产业的 产业成长性不高 但是可能每年它可以稳定赚两块 对 但是它的股价却是只有大概十几块不到二十块 这样它的值利率是不是很高 很高很高 但问题是观众朋友你愿意买吗 不愿意因为它太牛了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值利率的迷失 其实就是大家每次在讨论说 这间公司到底我是价值型投资 还是我是前瞻型的投资 那我认为鸿海的目前来看 它还是属于前瞻型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值利率的部分 当然股价越跌 但是如果明年展望越好的话 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一个长线投资的低点 因为鸿海应该还是需要有活泼度的 有前瞻性的 前瞻性股价呢 你就可以从股价当中去赚钱 而不是等了一年 等配息那个高股息值利率 对 没错 这个就是重点 不要等这个值利率的东西 OK 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特别提到 苹果的股价大跌4%以上 绝非偶然 它的围剿压力 郭大哥已经讲了 这女星是一个围剿苹果 那第二个呢 太重要了 因为剩五天 苹果的iPhone6要推出来 好聪明啊 全世界各大品牌大厂 就趁着苹果新手机还没推出来的同时 赶快推新品 围剿力量 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伯介 这个力量才是强大的 因为这手机一个比一个好 我们先进广告好了 因为到底手机有多强大 刚刚哦 郑华在聊说 因为Samsung那支实在是太怎样 那支真的是太炫 所以他输啊 所以苹果股价在掉下来 到底有多炫 真的股价是不是像掉下来的苹果吗 进广告回到香港之后 让伯介说清楚 还有一个点 我们要追的 今年以来 大家都在比赛 我们的股市 大陆的股市 告诉你哦 走到现在 要分胜负了 什么是最好的学习 最好的学习 就是在学习的当下 产生兴趣 到佳音体验故事屋 或数位互动教学 就送单字记忆魔法列车 发现独特性 创造影响力 加音音语 我不安 我感觉非常不安 不厌 我的身体 我的心都会感到不安 我怕 我爱 你瞧 这路就安好了吗 3M进水器 以高密度活性炭过滤 搭配高效能子外线杀菌 双效率起 安热3M进水器 让不安如烟散去 3M追加进水系列 现在买3M UVA全系列进水器 加码再送一年份绿型灯夹 3M 您现在收看的是切